如意传,如意成皇杀奴才,宫中谣言四起,海澜一招行西谣言,如意传外被海澜拎了一招,如意传对新剧集纯飞领和范下线,乾隆一心想要讨好并得道寒相见,在得知香妃喝下婢子汤之后扎龙,在一次行刺之后玲玲瑟立宫就下如意和永基,虽然得道封赏,但也被皇帝一心,行刺事件过后不久,宫中就谣言四起,很多宫女太监都在私下里, 谈论如意和凌云彻有染的事情,为了保护如意,海澜故意让一群摸摸散播,未央晚当年和凌世卫关系密切的事,此举十分奏效,宫中的谣言很快从如意身上转移到令妃身上,因为却有其事,令妃也只能哑巴吃黄莲,吃下这个闷亏,令妃联合冒欠陷害凌云彻和如意,冒欠不仅指证凌云彻晚上做梦喊如意二字,还把如意冷宫时送的那双靴子当作证据拿了出来,本以为如意会崩盘, 没想到如意还是提高一招,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一样,当年的这双靴子其实是索性做的,和她并无关系,虽然皇后凭借聪明才智度过此关,但后续剧情凌云彻,还是变成了太监,如意和贤隆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疏离,扎龙甚至在后续剧集,说出了皇后也是奴才这样的话,看重夫妻感情的女主少不了和皇上对,在凌云彻这件事情,善音不满扎龙不关心勇机,皇后又挨了对方一巴掌, 前龙打皇后还打上瘾了,纵观本剧,女主的失宠其实和令妃关系不大,若如意肯稍微服软,处世人滑一些,那么也不会落得短发失宠的下场。